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編 那這一次韓版更新之後 他把這個除了推出這個煉金系統之外 符石的這個系統跟這個功能也有一點調整 以前的符石要怎麼取得呢? 通常是兩種方式 第一種是從世界王裡面去打 那第二種的話就是去用國王的硬幣去製作 那現在的話呢,基本上如果說透過煉金系統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去拿到這個符石的 但是他的取得方式是不大一樣的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符石 他目前的這個小小的一個變化 以前符石我們說剛才講的兩種方式 那現在他多了一種就是變換石 這個符石變換石 那你再仔細看一下 左邊現在我們這個清單裡面 其實你會發現我上下移動 但是就是沒有另外兩顆符石 沒錯,就是原本的體力符石 黃色的那一顆 跟精神符石 藍色的那一顆已經從這個製作清單裡面拿掉了 那他的取消是當然是因為 符石的這個功能的這個調整 那我們先看一下符石他現在的設定是這樣子 他這個符石原本就是有 AC-1然後能力-1跟MR-5 每一顆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顆 一樣都是這樣子 能力-1防禦-1然後MR-5 那他是可以被強化的 他是要用這個 類似這個強化石 就是應該是在強化徽章的那一個強化石 因為他現在在這個彈板的這個系統裡面 他所有的這一個這個頁面 我猜他可能會是共用一種強化石的 他會就是共用就對了 跟你的這個徽章 現在改名叫印章 他跟印章的強化石會是共用的 所以他是可以被強化 那強化上去之後能力就會有所去增加 好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個部分啊 你要如何去取得這個 符石的變換石 那有一個方式就是 從 應該說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是用我們已經消失的 就是剛剛講的體力符石跟精神符石 來製作成這個符石的變換石 好那第二種方式呢 就是透過我們 另外一個影片做的 就是這個叫煉金系統 煉金系統裡面也有機會 去製作出符石的這個變換石 那你有符石變換石之後呢 你就會進來 因為他這邊只要一顆這個符石的變換石 你就可以去產生 去製作一顆這個符石 那每一種他現在總共有三種 一種是敏捷 然後智力跟力量 三大屬性的這個符石 只要你有這三 只要你有這個符石的變換石 你就可以透過製作的方式去取得符石 那相信我覺得至少對整個符石的系統來說 是比較可以看到的一個狀況 因為以前你要弄到符石 確實是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因為第一個是打世界王 基本上現在已經很少看到有人再去打到那個符石 那第二個是因為 像這個你必須要用140個國王的硬幣 要收集起來 基本上除非你是一個有城 有城堡的盟 然後你還要長期的佔據這個城堡 長期的擁有這個城堡 你才有機會去收集到 要不然的話你可能就要到交易所裡面 去跟大家買這個 玩家拋售的這個國王的硬幣 那價錢當然是不便宜 那現在它多了一個方式讓大家去取得 所以我覺得也算不錯 至少現在的管道等於是有兩種 等於是有兩種 雖然說都是得製作 但是至少這個符石變換池出現的這個頻率 可能會再高一點 那不過這個畢竟還是一個機率 所以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雖然說製作的機率 製作的這個方式變多了 那這個機率到底是怎麼樣 這個目前還沒有辦法很清楚很明確的 跟大家來分享這個機率 那相信過幾個月 比較有一些明確就是可能有韓服的玩家 如果大家去製作出來 或者是有分享一些資訊的話 那到時候我們再來跟大家來做一個分享 好那以上就是這一次這個符石的一個變化 跟一個簡單的介紹 那如果想要知道更多韓服 還有天堂M的最新的消息 歡迎大家訂閱 按右下角的這個訂閱按鈕 訂閱大不鐵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感謝大家收看 掰掰 我們下次見